请讲部长 有请部长 黄伟员你好 部长辛苦了 谢谢 那我想现在十二年国教如火如荼在展开了 努力的在做各方的宣导跟安排 还是很多的家长很多的学校 其实现在还是在整个适应阶段 还是都还在摸索了 其实他们是产生很多的内心的恐慌 也还是有 那因为我们本身在基层 其实很多的家长很多老师还是会跟我们讨论 这方面的问题 那我觉得大方向是对的 但是怎么去落实 做到大家都觉得基本上是符合大家的需要 这很难 但是我们要坚持做 这个就是努力要做的 谢谢 那我想从十二年国教我们去看未来整体的一个发展 就是适性学习多元学习 那其实我们去看到最近很热门的林书豪事件 部长你个人来看 为什么大家很敬佩林书豪 你觉得最主要原因在哪 我相信就是说他可以 我想对他父母也还蛮敬佩的 就是说让一个小孩可以喜欢这件事情 就尊重他的喜欢 就让他去做 也许也给了他一些意见 可是在大的方向上让他尊重他的选择 我想这个也就是在台湾 我们也希望未来看到 小朋友他自己也有自己的想法 可以跟家长可以沟通以后 可以做适当的选择 不必然都是大人把他的小孩的路都排得好 当然大人从一个照顾 从一个关心的角度 总希望根据自己的经验 觉得这是最好的 可是那个未必是最好 因为毕竟任何一个人他在某一个时间点 他都要做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让他在早一点的时候 就有机会做选择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能力的一个培养也很重要 决策不是说到了三十岁 我说我开始要做决定了 而是说从小到大很多事情 大概都可以跟家长去做讨论 让他的这个思辨的能力 各方面的能力培养的比较好 他未来要做更大的决定的时候 他也有这个能力可以做适当的决定 部长讲得很好 这就是我们台湾社会所要的 对我想 台湾社会目前的整体教育能够做到这样 我这就要从小就要开始 我们我觉得一些很重要的一些 我所谓的软实力 沟通啊 语言啊 创意啊 Leadership 这些团队合作 这些思辨能力 从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面 所以我说如果我有机会 这个真的把台湾的教育 做有适当的一些 让他可以改变的话 我很希望这个每一个小孩 要成就每个小孩 他的这个多元的能力啊 从小到大就应该开始培养 不是到了大学才去培养 说我的语言能力 沟通的能力 或者团队合作 从小到大 他就应该 那怎么做呢 也应该就是说在课程里面 我常常举这样一个案例 比如说团队合作 我觉得重要 对不对 我自己就是因为到了美国去看到说 我们四个同班同学 去做一个问题 四个人做不出来 干脆我一个人做了 那可是其他 我看到美国同学 四个人做出来的 好的简直让我惊为天人 有过这样的经验 也就是说我们从小到大 这种团队合作的 这种作为不多 所以小朋友 如果在他课程里面 譬如说一门课 让老师给四个同学 你们去找 给你们一个题目 好好上图书馆 上网路去找出 找出好的这个 写出好的报告以后 也做了整 组织能力 最后来做presentation 讲给大家听得懂 那我是举这样一个例子 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学 其实从小到大 不做这个事 到了大学也许有一些 可是都太晚了 我们希望从小到大 他的各种能力的培养 能够从小去开始 他会自己会更有自信 当他可以上台 去做presentation 可以把他跟几个同学 一起研究出来的结果 实实在在的整理 成一篇报告去做 这就是我想 我们在未来教育里面 要做到 我说的这个总结 家长的支持 孩子喜欢的 那全力support他 第二点 teamwork 团队合作 那再来 林舒豪他有谦卑的精神 成功不必在我 尽量去成就别人 这也是其一 那本席最关心的是 他高学历 运动选手 能够拥有高学历 这是在台湾社会 是颠覆传统的 我所谓颠覆传统 也就是说 台湾现在社会 目前的状况 是很难的 是很难的 会运动的选手 他要拥有高学历的机会 不高 不多啦 其实 很少 会运动的 我想可以这样说 通常是比较聪明的 基本上脑袋是很聪明 但是台湾的教育环境 没有给他机会 没有给他要求 我想这是一个 最现实的问题 我把 我用林舒豪的例子 带到 我想这个 体育这个阶段 这个区块 我想明年度 这个体育会 并到教育部 我们知道 在今年2012年 伦敦奥运 一赢一同 应该说 应该是不尽理想 因为我们期待的 奖牌数 跟整体的状况 老实讲应该是 不尽理想 因为我也去看 我知道我们 其实今年稍微 运气也稍微坏了一些 我想运气 我们就 就先不要说 整体的状况 从04年的两金两银一同 到08年的 四同 四同 到现在应一一同 我想数字会说话 运气这种东西 就很难去预测 那我们去看 明年度开始 到教育部 2017年 我们要主办 世界大学运动会 也是在 我们教育部的主管之下 我不晓得部长对于 未来 整体的体育 规划 有没有蓝图 对 我想最近我也开始 就是说跟体育界的人士 大家开始有开始 成立咨询委员会 必须比较全面的来看 这个未来体育的发展 当然在台湾的体育发展 当然主要两个面向 一个可能就是全民体育的 全民体育是基本打底 扎根的这件工作 我们怎么样来做 另外一个就是禁忌 禁忌的这一个 也必须未来要有策略 也毕竟国家的资源还是有限的 我去奥运也看到了一些感受 当然我想不必然 我们要这样做 像北韩可以拿到四面金牌 哈萨克可以拿到四面金牌 这个都是对我们一定的刺激 可是我想我们当然 运动的一推动 不必然只是为了竞赛 全民体育我说也关键 所以怎么样取得平衡 在竞赛这里 资源做适当的投入 能够让这个 能够起得来的 对不对 能够让它真正起得来 资源不能只是平均的去给 可是当然未来非常也关键的 好的人 就是说我必须找一个合适的人 来担任这个工作 就是体育署的署长 我想他也是一个非常关键 必须他要有好的想法 有好的vision 而且同时能够有执行的能力 能够让这个事情来做 我们其实不是只看2017 2014人川亚运也要到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世大运是每两年一次的 所以其实明年 然后每一年其实都有 要设定短中长期 短中长 所以就开始 开始从人才培育的角度 开始我们必须来看 人才培育不只是培育他 而是让他 如果他以后退休的时候 他有适当的工作可以做 那当然 对不对 所以要让这个管道 其实要通畅 这个是必须全面的来看 让运动员他无后顾之忧 我相信这个事不容易做到 可是我们必须要做 我相信他就是 有ktion师 还是没有 我相信他 大学充众 在头上 你的大学兰劳 适当 都在学习 对不对 这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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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